老街坊们 没法子 竟让我干着让大伙讨厌的事 您说这收音机 长帅 你给我回来 长帅 齐先生 您说这日本人 他怎么就那么会赚咱们中国人的钱呢 不是 不光是为了赚钱 日本人是想把咱们中国人都变成精神奴隶 奴隶 奴隶你懂不懂 懂 我懂 你想啊 中国 这么大 人这么多 都杀了 不能 中国地大物博 他们有利可图啊 所以日本人 就想把咱们中国人都变成精神的奴隶 这样 他们才可能安安稳稳地统治中国 懂吗 懂 让听他们的广播 什么意思呢 前些日子 在台儿庄 日本人吃了大败仗啊 真的 可是他们的收音机里说什么 日本人打胜了 除此之外 还搞迷信 现在又兴起什么伏击来了 还开大烟馆 这儿 干净是这样 齐先生 我当兵就好不好 我想明白了 就是日本人 不论的家家都按画匣子 那我还可以天天有生意做 可那又算得了什么呢 国药是亡了 几张留生鸡片 还能救了我的命吗 我就是舍不得我姥姥 可事摆在这儿 人家能为国家卖命 我也应该去打仗 您说是不是 齐先生 您看我是当步兵好啊 还是当炮兵好啊 我愿意当炮兵 大炮 对准丁的大队 轰隆一炮 一死一片 那多好啊 您说是不是 在等那儿吗 咱们都在仔细的想一想 好不好 齐先生 齐太太 您歇着 我走了 长顺不送你了 有空来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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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你干什么了 我 我这个人 永远也成不了事 心不狠 总怕别人受委屈吃亏 可是今天 日本人比那毒蛇猛兽还要狠上多少倍 可我倒还想着 他要是当兵走了 剩下他老了一个人 再加怪可怜的 我就不能替这么好的孩子 拿个主意出来 我还有什么出息 这幅画多棒 多好 这幅画还可以 画得好 我看看 好 这幅画 这幅画还可以吧 当然可以了 还行 我瞧这也不错 这幅画 我要了 好 多亚 您今儿必定得买幅画 你讲 不是要付给景田大佐吗 来 这幅画 您赏个面子 就算我送给您了 别这样丫头 这么贵的价钱 这不是难为你了吗 妈 这算什么呀 这算什么 要了 走了 这幅画我太细了 真是 你真是 太有眼神了 走了 太好了 嗯 不多 二百 这块日本人看了 很喜欢 您说是不是 关键 我可听说这日本军官不得到训练 这个说什么应该鼓励中国人吸鸦片 可是不管在哪 这日本人不许吸还不说 还不许停留 还有一条就是不许接受中国人的礼物 这画好几百块钱的东西 瑞峰 你太年轻 这儿 瑞峰 你太幼稚 我告诉你 我亲眼看见过日本人吸鸦片 命令是命令 可命令改变不了鸦片的香味 至于送礼 日本人你就压根碰不到一个摇头的 只要他不摇头 甭管他是怎么高傲的人 他就和你我的肩膀一边齐了 告诉你 我这一辈子 专爱承治那些挑着眉毛 自命清高的人 怎么承治 给他送礼 礼物能堵住人的嘴 能软化人的心 日本人也是人 既是人 他就得接受我的礼 只要他接了我的礼 他就什么威风也没有了 你信不信 关先生 不是我当面捧您 就平民 这么大的学问才识 这日本人来这么长时间 他就没人能赏识你 谁说不是 白亡了毁的国 连他妈个官也做不上 邪 你很漂亮啊 好 你选的料子 是啊 你看 吃吧 说话 好 请过去 走了 您好 我们请这位姑娘的 跟我们的那边的快活快活 来吧 那可不行 这是我女儿 再说 她还年轻着呢 干妈 干妈 让我去吧 行啊 你就去吧 去吧 您瞧人家热门 文明 真文明 你 竟给我惹祸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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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你可天地吃啊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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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呦 昨天在教室也差点我去害的我 我跟您說沒法書辦這事 不能講這不能講這 張老師您那看什麼呢 我這看那個寫字 諸位 我頂學生的訊話 請諸位先生光臨 謝謝啊 山目教官從來不訓話 其實這是怎麼了 不管怎麼著也得去 他是日本教官太上皇 不過他倒是真正做學問的 博師政客 咱們去瞧瞧 山目相當有名氣 他來到咱們學校 還從來沒有給哪個教師學生報告過 是吧 齊先生 是啊 他要是給學生教員報告過 那就是殺人犯了 還談得上什麼學者呢 我得報告給你們 一件事 一件大事 我的兒子 山目少衛 在河南 在河南 陣亡了 這是我 最大的 最大的 光臨 中國 中國 日本 兄弟之邦 日本人 在中國作戰 是為了救中國 中國 中國人的不明白 日本人 有解釋 有勇氣 敢為救中國 犧牲生命 我的兒子 我的兒子 唯一的兒子 死在中國 是光榮的 我的兒子 我的告訴你們 是叫你們知道 我的兒子 是為你們死的 我很愛我的兒子 山目少衛 可惜 我不能落淚 一個日本人 是不應該為英雄的殉職 落淚的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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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剛才還說 他不是殺人兇手呢 他是個戰爭瘋子 他是個戰爭瘋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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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下 同学们 同学们 对不起同学们 我身体不大舒服 今天的课 不上了 校长先生 这笔开支是不是 七先生 校长先生 这是您给我的聘书 这是我的辞呈 七先生 您 我身为教师 却不能为人师表 已经很惭愧了 又不能教学生 爱国 为民 科学进步 岂不是误人子弟 我怎么能 再混下去呢 再混下去呢 提先生 您这些薪水已经领了 原封未动 谢谢您的提醒 好 我身体不上了 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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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日本帝国 中国 ちょっと力を入れて 満州 満州 河内 黑蛙 大西 人は庄稼 庄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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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前面 走 找空场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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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错 你看这个 阴强眼看天热了 老爷太得买把伞 上街又挡热又不怕晒 您来这把伞吧 您是卖布的 怎么搭配卖上伞了呢 我也没办法 这在上面的命令 阴强您来这把伞吧 我师太用不着的 先慢走 二位买点什么 姐姐 你看这布好看 您买布 这布不错 这布不错 这料多好 您看这边这个 这不错 这不错吧 来计时吧 不买呀 好 齐先生 您今儿没课 怎么样 忙吗 齐先生 您这怎么话说呢 这买十指布还搭把伞 这不成心讹人吗 我父亲呢 掌柜的 他在后边呢 老东老伙子了 要不是实在为难 我是真舍不得叫你们走啊 大少爷来了 怎么你接着有空啊 坐 老掌柜 您就是不说这事儿 我们早想跟你告假回乡下去了 好歹的 家里还有二亩地 您就 放心吧 老掌柜 我们能遇见您这样体贴伙计的 您一人俩说话吧 我们收拾收拾去 不忙 不忙 等过了街再走 过了 赶早出城 省力遇上关城门 您请回吧 做买卖 做买卖 怎么也是天人进口的好啊 铺子里没货可卖 爆歇业又不准 怎么你接着有空啊 我想告诉你一声 明儿个明儿我节了 牛子 别摔着来 快 好 不错 不错 不行 来 这给太爷爷再给你弄 自个儿玩吧 慢着 哎 我梦见的 也是过午夜节 我带着小三 逛护博素 哦 卖脏味的 卖银头 还有冰镇小岛粽子 什么都有啊 可是啊 我买什么 他什么也不要 哎 真是你 爷爷 梦是心中想 您说有多巧啊 我昨儿也梦见老三了 我梦见他呀 甭提多喜欢了 我这么琢磨着 他在外边一定混得挺不错的 他压根就是有本事的小伙子嘛 所以说爷爷 您哪 甭老惦记着他 他有本事又聪明 比谁不强啊 你说是不是 爸 爸 老大回来了 爸爸我来了 你吃了 你吃了 很 ändå 就是有效的 回来了 那街上有卖那小枣粽子什么的吗 还有那桑日 瞧你 都快过节了 也不想着给孩子买一点回来 发薪水了吗 怎么了 没发钱 发了 我没药 没药 那拿什么过节呀 看看家里头 还有什么能当的没有 还有什么呀 你的皮泡荡了 给钱先生看了病 我的去年过节也 你 你怎么也学会了荡荡呢 你还有心思摆弄那些玩意儿 白爸爸那件皮泡也当了吧 那可不成 咱们 没能让老人过上舒坦的日子就够不孝的了 老人的东西 不经动 那怎么办 我已经把学校的差事辞了 我现在升上过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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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好 好 妈妈 怎么还没做好 妈妈 怎么还没有做好 小事 去出去玩去 去出去玩去 下温点 到底怎么个事 怎么回事 老大呀 你这是怎么了 大姐现在进门里就跟家里的呕气 快点出去 出去 出去啊 爷爷 妈 您都歇着吧 我们没有气 这孩子 妈妈就是让你气哭的吗 老大呀 闹日本日子不好过 我这身子骨又不好 什么事不得她操心呢 可你动不动脚 妈 我是跟运煤 运什么煤 还运煤呢 咱们家里头里里外外 还不全仗着小事的吗 咱家里头老老小小 老实来口子 吃的穿的 过年过节 亲戚朋友 大事小情 还不都是她干的 不够她累的了 你还让她运煤 真是 运煤 你连取个名还叫运煤 运什么煤啊 你倒腾没球玩 亏你还是个念过书的人 爷爷 瞧您说的 我哪能那么不懂规矩 大节下的在家怄气 我呀 我呀 我 我这是迷了眼了 您瞧 这不 你呀 甭护了她 没有 老大 你就是有福不知福啊 小事儿的妈 要是像她二嫂那样 不生儿育女不算 还把咱们家里弄得个鸡犬不安呢 莫了 还挑唆老二分家单过 你要摊上这么个扫度星 你心里头就舒坦了 不是 爷爷 我真是翻箱倒柜的呀 迷了眼了 我呀 想找张红纸儿 捡个椰布虎什么的 贴在门上灶上 要不您瞧 让日本鬼子闹的 连造我爷爷都跟着受委屈了 得了 爷爷 您跟妈都进屋歇着吧 我想起来了 还有去年攒的窝瓜籽呢 我给您炒去 你怎么还不睡啊 你要是再累着 我可就更有罪了 这不是英国府复善先生给你的三封信吗 他不是说你要是有了难处可以去找他吗 我不给日本人做事 也不想给英国人做事 这些我明白 我是想 他是你的老师 又是你的朋友 这不是叶马子事儿 真正的朋友 这不是叶马子事儿 真正的朋友 总是遇见别人的需要 而不是提出自己的需要 是啊 那他给你的三封信不是就猜着你有困难了吗 可是去求人 总 他不是在写一本什么关于北平的大书吗 是啊 他喜欢的东西不分好坏 凡是老祖伴传起来的 他都爱 在他们外国人眼睛里 中国的一切都是新鲜的 都是有意思的 清朝倒了 他就雇了一个伺候过光绪皇帝的太监 给他包饺子 他爱上了中国 可是说到根上 富山先生太保守 他不相信中国人能不依靠外国人的力量 就把国家治理好 这些东西 这个是明末的一副真品 你上这来吧 我找不到好的帮手 你上这来 我们一块写书 一块工作 我相信我们彼此会满意的 我一定尽力而为 好 你来 这么多东西都需要翻译 你看 那些老怕的中国人 英文不行 中文总还靠得住 现在的大学毕业生 英文不行 中文也不行 福山先生 您说的是清末 现在的学生总好一些吧 你老是为新中国人辩护 这一点也不能否认吧 这是 这是 我的他 中国人说 自古红颜多薄命 福山先生 您 请原谅 您年轻的时候忘不了他 现在总该有个老伴了 老和尚看嫁妆 下辈子见 你来看吧 回禀老先生 粽子已经准备好了 好 我跑了东单 鼓楼西四牌楼 按功力的规矩 还是弄不起 行啊 就吃这个吧 好 晚上 还吃包饺子 对了 吃饺子 吃三鲜馅的 自从日本人来了以后 这海物也不大好弄了 你看着坐吧 好 福山先生 您最近 又收集了不少古董 你来看 这是 大清雍正年间的 嗯 色彩很漂亮 很美啊 你再来看这个 这是大清 乾隆年间的 整个造型 宝贵啊 你看 特别是两个鹿 你看 眼睛 你再看这个 这是多么完美的艺术啊 多么完美的艺术啊 可惜现在 不行了 现在 不伦不类啊 不 当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由就变新的时候 他自然不能 一步就迈到天堂去 你又来了 北平不是已经丢了吗 你们变 怎么变 丢了 再夺回来 唐和容易啊 算了 算了 我完全不相信你的话 可是我对你这种坚定的信念是非常佩服的 中国还没有往 也不会往 中日之间的战争还没有结束 您现在就下段雨 未免太早一点了 好了 来 来 请坐 家里都很好吗 好 老人孩子也好 都很好 好 北平虽然在日本人的手里 但是 咱们齐毛驴儿看账本走着瞧 哈哈 伟先生 你什么时候来啊 就特别希望你来 大队里写三封信 哎 就是了 乞先生 好 好 咱们得去喝两种去 今天是端午节 你看梁花白怎么样 好 好吗 您还是喜欢中国酒 那当然了